好 他帶來一個沒有曝光過的東西 就是他們在手機 互相通訊的時候 好像有留言給對方的時候 是用唱的方法來溝通事情 這個聽起來非常古怪 是真的有發生嗎 有啊 所以是什麼情況下要唱歌 對那個歌單的時候 對歌單 但是我這種人也是開心 也會唱的 所以你說有的時候說肚子餓了 你也用唱的嗎 開心的時候 就是想要傳遞我開心的情緒 給溫英的時候 你說是那種極致歌王的唱法嗎 還是說用哪一首歌 代表你的心情 比較多是不太震驚吧 就是自由風格的亂唱嗎 會啊 極致歌王我超OK的耶 真的假的啊 你先誇下這個海口 你不怕我們叫你隨便編一首 真的可以啊 今天我來到卡西來了 來 我又看到塵寒天了 下來我就看到康永哥 之後就會看到小S 對啊 這很好啊 真的很沒有專業邀請 這樣也可以 也沒有押韻啊 也不... 而且也沒有內容 剛才還就我們這幾個人啊 你還要看到一號攝影師 二號攝影師 三號攝影師 你這首歌啊 多一點來聽聽看 多一點 多一點 Danny don't cry Danny don't cry 我是個快裡孩 寂寞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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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寞 寂寞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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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寞 他可以學這樣子 全世界有幾個人 除了梁文英之外 還有人會收到這個嗎 應該就是 懂音樂 剛剛那一段算是懂音樂的人 才可以理解的歌是不是 還滿難道我覺得那一段 剛才你聽他唱歌的時候 覺得他就是很輕鬆就可以完成 我覺得剛剛那首歌 對他們兩個來說都太簡單了 就是本來 那首歌你們不覺得 有什麼挑戰的地方吧 本來是想要唱 莫文蔚跟柯友倫的《愛死你》 結果幹嘛不唱 對啊 幹嘛不唱 你是覺得梁文英唱不了嗎 不是 因為接下來的歌 都太可怕了 所以我再唱給很可怕 我覺得 我們這節目播出去 就完全沒有音樂性了 我看 好輕 竟然說跟我們兩個合唱 真的有音樂性的事情 所以跟我們兩個合唱 就問你出在哪兒 是我們兩個太沒有音樂性嗎 不是 是對於一些 比較高難度的音樂歌 他是說從這秒開始 節目就是胡鬧嗎 是啊 不是 絕對不是 你覺得難度來自於是 我們兩個不會唱歌 會拖垮你的實力是不是 就是 不是 是我 我真的不會唱 對 你不會唱 你在講反話裡面 我是歌手 他幹嘛一直捧著我 沒有 是確實就是覺得說 也不是播出去沒有音樂性啦 就是說可能觀眾會誤解 怎麼會 所以他是為我們著想 他有唱那個很難度的歌 他等一下我們兩個人 就會下不了台 是 對 是這樣 是為我們著想 所以唱一個比較簡單的歌對不對 也沒有 因為你們應該是為我著想 所以才選 就是讓這麼別出心裁的歌 讓我 徐欣町你到底選了什麼歌 讓他這麼為難 我的歌其實還滿正常的 是一首台語歌 我覺得只要會唱歌的男歌手 都應該要挑戰這首歌 港督業餘 所以他沒有唱過很奇怪對不對 對 我沒有唱過 這首歌你的實力 根本就是應該要時常唱啊 港督業超適合你的 還好耶 這首歌就很可以 很吼 就是 滾上聲 不是 這只要是 有一點沙啞的聲音 都很想要唱這首歌 確實是好歌 但確實是好歌 請問跟 你們不是很會唱歌的人合唱 這件事有很困難嗎 不會啊 不會困難 因為這樣就很像在婚禮 勉強他唱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不會唱歌的人 常常聲音很大會 音誘不準就會把你拉跑啊 這小子 這小子 怎麼樣 要打電話 就是因為我... 怎麼樣 你在哪裡問題啊 不會 妳知道 他剛剛敢問我留意聽到 我知道 我聽到 怎麼樣 你是警察還是怎樣 沒有 你有一首歌 我真的聽到 真的 就是你有一首歌 什麼 就是那MV就是不斷不斷 你的男朋友都不斷不斷 死掉 死掉 對 那首歌 愛不持久 對 你會那首歌 那首歌不好唱喔 你看我都... 你沒唱上去吧 這幾代包是不是 對啊 所以那首歌 我覺得 那首歌很動人 那首歌現場很難唱出來 非常難 我覺得 而且也很難唱出S那韻味 基本上都具備了 金曲歌後的能力 才可以唱那首歌 念兩句就好了嘛 我不想失去你 又不知道如何表達 很適合耶 妳可以唱嗎 而且妳憑什麼唱得好像很輕鬆的樣子 真的嗎 真的嗎 我愛妳明明明就在心裡面回答 我愛妳明明明就在心裡面回答 妳是想要表現出這首歌沒有音域是不是 不是 就是 不是 她就是要告訴觀眾說 妳看看這麼好的歌 落入一個不會唱的人手裡 什麼痛苦 因為妳唱歌 我的表情是有多累 然後她在那邊翹二郎腿 然後這裡 對啊 所以妳很漂亮 聽到她這種聲音都會很同情 不是很喜歡 對 因為很有特色 妳沒有在家裡面想說 不會唱歌的人好可憐 我從來不把小孩子當成一個不會唱歌的人 我都覺得她是我們 音樂簽名的分子 音樂簽 對啊 妳是音樂簽名的下下簽 楊宗偉推理演創小S的內莎攝影棚 今天呢 S點的歌當中 有一首歌對她來講好像 有特別的意義吧 我現在講很想跟我累 怎麼... 因為這首歌是那個 我爸爸電話 我打給她的時候 她在手機鈴聲嗎 對 送妳一份愛的禮物 我祝妳幸福 謝謝妳唱這首歌 她睫毛有彎喔